大家好我是Will 欢迎来到X调查 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开着车在夏威夷海边公路上斗风 在行驶的过程中 他们车突然失控 从60米高的悬崖上坠落至下风的岩石 差一点翻入海中 两姐妹中的姐姐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而妹妹却遭遇了不幸 由于事件存在诸多疑点 姐姐后被指控谋杀她的亲妹妹 她就是发生在夏威夷的瑜伽双胞胎一案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姐姐名叫艾里森达兜 妹妹名叫安达兜 1978年8月 他们在纽约州出生 纽约州位于美国东北部 它是美国经济最发达的州之一 在金融 工业 艺术等方面位居前列 在距离纽约市390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城市名为尤提卡 双胞胎姐妹就在这里长大 除两人外 他们家还有一个比他们大三岁的姐姐 在双胞胎五岁的时候 母亲因患动脉瘤去世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打击 从此两姐妹相应为命 无论是性格还是长相 两人都太像了 仿佛是彼此的影子 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粘在一起 关系十分亲近 艾里森和安同时就读于诺特丹高中 在校期间 他们一同加入了学校的啦啦队 为此他们每天练习 两人从那时起就喜欢上了瑜伽 30岁的时候 两人一起合伙开了一家瑜伽馆 没想到生意非常火爆 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后来两人疏于馆里 瑜伽馆的生意慢慢变得不那么好了 甚至变得有一些冷清 为此两姐妹整天烦躁不安 互相指责 他们的关系大不如前了 三天两头为所事发生争吵 有时甚至还会动手 不过毕竟姐妹一场 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 两人还是决定重归于好 他们约定先把工作的事放一边 一起去夏威夷度个长假 然而是在他们到达那里之后 就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那么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姐妹之间有什么秘密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 2016年的5月29日 2016年的5月29日 这天是个星期天 一辆福特探险者SUV 行驶在夏威夷毛衣岛的海边路上 驾驶车辆的是姐姐爱丽森 坐在副驾驶的是妹妹安 此刻两人正在岛上四处兜风 欣赏着周围的美景 毛衣岛是夏威夷群岛的第二大岛 面积1886平方公里 这里气候宜人 是一个度假圣地 毛衣岛上隐藏着 许多风景秀里的山谷 因此这里还有着 山谷之岛的美城 爱丽森和安正驾驶着SUV 沿着哈娜公路行驶 哈娜公路总长105公里 它建在悬崖峭壁上 行驶在哈娜公路上 时而经过瀑布 时而面朝大海 在这里能够欣赏到 美丽的山林和海洋景色 令人心旷神怡 这里是美国最美丽的公路之一 虽然哈娜公路景色很美 但这里的道路狭窄 并且蜿蜒曲折 有时需要减速到15公里 每小时的速度以下 才能安全通过 否则极易发生危险 哈娜公路失调了老公路 有些地方路况不佳 行驶时会感到持续的颠簸 虽然这里风景很好 但处处隐藏着凶险 一开始 两姐妹的心情不错 然而聊着聊着 两人不知什么原因 突然吵了起来 接着两人在车里打架 坐在右侧副驾驶的妹妹安 拉扯着爱丽森的头发 爱丽森一把推开了岸 此时的车依然以高速 行驶在公路上 这时车辆突然向左 并冲破了公路的护栏 从60米高的悬崖上 坠了下去 车辆经过一阵翻滚 最终撞到了海岸边的岩石上 停了下来 由于哈娜公路上 有不少来往的车辆 有多名目击者 看到他们的车 从悬崖上坠落 他们看到下方的车里 有人在动 于是他们立刻报警 接到报警后 警方和就业人员 迅速赶到现场 他们通过直升机将伤者送至了医院 接着警方就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车辆从60米高的悬崖坠落 巨大的冲击力导致车辆严重变形 爱丽森被送往医院后进行了检查 她的肋骨和手臂骨折 不过还能自己走路 对于一个从60米高悬崖上坠落的人来说 能活下来就已经十分幸运了 爱丽森没有生命危险 而她的妹妹安 则没有这样的运气 她在这场事故中当场失去了生命 在坠落之前 就有一位目击者在两姐妹的SUV后方 目击者透露 从车窗坡里可以看到两姐妹正在激烈的打架 并且拉扯着头发 目击者看到这一幕后感到了震惊 行驶在哈纳公路上必须要全神贯注 因为路实在太狭窄了 稍有不慎就会有危险 而姐妹俩的SUV不仅速度很快 还一边开车一边打架 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后来目击者就看到SUV高速冲下了悬崖 警方在安的两只手里找到了一些金色长发 这表明车辆坠落之前 安确实拉扯了爱丽森的头发 安用了很大的力气 否则这些头发很难从头皮上拉下来 警方初步推测 这次事故就是由于两人打架 导致车辆失控坠崖 警方通过道路上留下的痕迹推断 车辆经过了一次向左的急转 路旁的护栏是用土堆起来的 车在向左急转弯后 冲破了护栏掉下了悬崖 由于驾驶位的爱丽森前方有方向盘 在他撞向挡风玻璃前 安全气囊起到了缓冲作用 这才让他幸免于难 而坐在副驾驶位的安 在车子翻滚的时候 头部撞到了车顶 然后他被甩向后座 从而酿成了悲剧 根据SUV综合记录仪 加减速数据 以及安全气囊控制模块的分析 得知车辆没有减速 也就是说在掉下悬崖之前 爱丽森根本没有踩刹车 车辆是以很高的速度冲下悬崖的 警方还安排了技术人员 进行掉落模拟测试 值得注意的是 车在掉落悬崖后 最终落到了海岸边的一块岩石上 其余的地方全部都是海水 如果车辆掉落地点稍有偏差 那么它必定会掉进海中 那样的话 爱丽森将很难活下来 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丝怀疑 会不会是爱丽森 故意挑准了这个位置 然后将车从公路上开下悬崖呢 事故复原专家表示 在公路上开车时 是看不到悬崖有多高的 下面究竟是岩石还是海水 需要在悬崖边才能看到 因此故意选择这个位置的可能性 并不是很大 虽然爱丽森不是故意选择这个位置的 但不排除是他故意将车 开下悬崖的 只是碰巧下方有一块岩石 爱丽森的种种表现 让警方觉得有些奇怪 毛一岛警方刚到现场的时候 爱丽森对警方说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 你们为什么在这 并且爱丽森在一开始 不愿意回答警方提出的问题 她也没有询问 安现在怎么样了 在交谈的过程中 爱丽森浑身散发着浓浓的酒气 随后警方对爱丽森进行了酒精检测 结果显示她体内的酒精含量是当地醉酒驾驶标准的三倍 在医院时警方告诉了爱丽森她的妹妹安去世的消息 然后爱丽森表情麻木没有哭 很快警方查到 爱丽森有一位男友 她的名字叫做迪克森 那辆坠落的SUV的车主是她 不久后迪克森出现在了医院 这时发生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爱丽森在见到迪克森后 说 闭嘴 你在警察面前讲太多话了 更奇怪的是 在两姐妹的父亲到达医院之后 她竟然表示有些失望 她说 应该是爱丽森才对 接着警方调查了两姐妹的身份以及背景 他们发现在八年前的2008年 两姐妹在佛罗里达州东南部的棕榈滩 开了一家名为双胞胎之力的瑜伽馆 棕榈滩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东南部 是该州著名的海滩度假圣地 他们面朝大海有着世界级的海滩 每年吸引着许多度假游客 慕名来到此处 在夏季的时候 这里的酒店都是爆满的 棕榈滩不仅是个度假圣地 也是一个富人区 有许多富豪会购买这里的海滨别墅 两姐妹的瑜伽馆就开在这里 一开始他们的生意火爆赚了一些钱 妹妹安还买了一辆保时捷敞篷车 渐渐的瑜伽馆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2011年近三年瑜伽馆的两姐妹 被邀请参加了某电视真人秀节目 真人秀节目的制作人 还建议他们去租一间更大 更豪华的瑜伽场所 制作人还向两人保证 他们租下新场地后 还会继续邀请他们参加真人秀节目 以帮助他们提高知名度 两姐妹想了想后 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值得放手一搏 于是他们就在棕榈滩地区租了一间更大 更豪华的瑜伽场所 这个举动给瑜伽馆带来了更高的成本 光是房租就要比原来贵很多 然而那位真人秀制作人食言了 他没有兑现让两姐妹再上节目的承诺 姐妹俩的瑜伽馆在搬迁之后 生意远不如预期 后来瑜伽馆的收入甚至都付不起房租了 每个月都在亏钱 无奈两姐妹在2014年决定关店 这时他们已经欠下了10万美元的债务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两姐妹没有事先通知她的员工要关店 还欠了员工几个月的薪水 一些顾客曾经购买了会员卡 以及充值的钱也没有退还 两姐妹就这样跑路了 这让顾客很是不满 一些人在网上写差评来声讨这对姐妹 随着事件逐渐发酵 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两姐妹的所作所为 双胞胎瑜伽馆在当地瑜伽圈的封屏也跌至了谷底 在关闭了宗旅滩的瑜伽馆后 两姐妹离开了佛州 搬去了犹他州的帕克城 姐妹两人的姓名已经多次出现在网上的差评中 而这时姐妹两想出一本自传书 这样的差评对他们名声影响太大了 于是两姐妹决定改名 爱里森达兜改名为亚历山德里亚杜瓦尔 安达兜改名为安娜斯塔西亚杜瓦尔 之后他们在帕克城又开了一家瑜伽馆 然而没过多久 有人就查到了两姐妹的原名 只要将他们的原名在网上一搜 就能挖出他们的黑历史 帕克城是一座小城 这一传十十传百 很快当地瑜伽圈都知道了两姐妹在棕榈滩的事 接着他们开了新瑜伽馆的生意一落千兆 两姐妹再次欠下了债务 并且被迫关店 之后他们终日郁郁寡欢 还经常在一起酗酒 哪知道借酒交仇仇更仇 有一次他们喝醉酒后 在餐厅里打架 警察到达后 他们仍然拉扯对方的头发 当时他们的车还滑进了一条小沟里 可见他们发生过类似的事 导致车辆失控 2014年3月的一天 姐姐爱里森因酒后一边开车一边打架 以及逃离事故现场被捕 妹妹安随后威胁逮捕爱里森的警察说 我要干掉你 后来还攻击了警察 最终他因攻击和威胁警察进了监狱 2015年12月 两姐妹去了夏威夷 之后他们用假名向收留所工作人员讨要现金 而此时两姐妹其实住在富丽堂皇的水疗度假村 根本没有穷困到需要收留所救济的程度 不知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2016年两姐妹租了当地的房子 并且纷纷找到了男友 爱里森和迪克森在了一起 安和一个名叫贝莱的男子在一起 四个人一起住在宽敞的出租屋内 安的男友贝莱表示 两姐妹经常在家里吵架 有时候甚至还会打架 并且打起来像恋我一样 在事故发生前不久 安和贝莱计划着去野营 他们特地不告诉爱里森 想来一次二人世界 大段时间 贝莱正在监督两姐妹 试图帮他们戒酒 因此这次野营他们不会带酒 安和贝莱一起去了Costco超市 买了一些野营用品 然而他们结账的时候才发现 他们带的卡是爱里森的 他们拿错卡了 于是安和贝莱回去拿自己的卡 他们到家后就见到了爱里森 爱里森在得知 安和贝莱的野营计划后 表示想跟他们一起去 这让安感到有些不高兴 后来两姐妹在野营的路上吵了起来 他们到达野营地点后 两姐妹依旧闷闷不乐 之后贝莱一个人留在了营地里 两姐妹把SUV开走了 但当两姐妹回来之后 他们好像很开心 和贝莱说 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孩要搭便车 这个女孩也有一个双胞胎姐妹 他们很聊得来 没过多久 贝莱就发现安和爱里森买了酒 当时贝莱正试图帮他们借掉酒饮 而两姐妹一起违背了约定 这让贝莱感到十分生气 后来贝莱离开了营地 说想要一个人去冷静一下 而后没多久 安和爱里森带着酒 开着SUV离开了 这也是贝莱最后一次看到两姐妹 根据贝莱的说辞 在案发一周前 爱里森曾对自己说 我要干掉她 这个她指的是妹妹安 爱里森还和安说 我们要在30号这天离开这个星球了 从那之后 安的行为就变得十分奇怪 能感觉到有什么严重的事正困扰着她 安表现得十分紧张 手躲得很厉害 平时安都是十分自信的 从来没有过手躲的现象 但当贝莱问安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安就感到十分烦躁 什么也没说 这不仅让人产生了猜测 也许爱里森故意让车开下了悬崖 爱里森可能早有想与自己的双胞胎姐妹 同归于尽的想法 但这之后 更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案发之后 爱里森回到家后 要求安的男友贝莱帮她洗头 在爱里森洗完澡后 她居然穿了安的衣服 坐在贝莱旁边 还把头靠在了贝莱的肩膀上 贝莱表示 我看见她穿着安的衣服 真的感觉到很难受 安几天前才穿过那件衣服 爱里森不愿意与贝莱 谈论有关安的任何话题 掌握一些证人的证词后 警方认为爱里森存在嫌疑 并准备对她实施逮捕 然而这时爱里森却已经逃走了 爱里森听说了警方要抓捕她的消息 于是订了一张机票 准备离开夏威夷 6月3日 这天是案发的5天后 警方得到消息后 赶往了毛衣机场 爱里森订的那班飞机出了一些问题 被临时取消了 于是爱里森去了机场附近的一家旅馆 警方赶到旅馆后 将爱里森逮捕 案件发生的8天后 法院开始了预审 检察官对爱里森发起了 二级谋杀罪名的指控 二级谋杀罪指临时起义故意杀人 但并无提前计划 在预审时 爱里森的手上还缠着绷带 法官认为 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指控 因此对于爱里森的二级谋杀罪名指控 被撤销 爱里森被释放 之后他就回到了纽约州生活 但他又饮酒驾 并且未及安全带被捕 经检测他体内的酒精含量 又是当地最佳标准的三倍 在被捕之后 爱里森拒绝透露自己处在哪里 也拒绝录指纹和拍照 2016年10月 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的5个月 检方又寻找了更多的证据 发起对爱里森的指控 这里要提到大陪审团的概念 我们常说的陪审团指的是小陪审团 大陪审团有别于小陪审团 大陪审团通常出现在预审中 他们决定是否立案 小陪审团出现在审理过程中 他们决定是否有罪 这次预审中 大陪审团认为 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起诉 11月11日 爱里森在纽约州的奥尔巴尼被逮捕 而后他被转移到了夏威夷 2018年1月29日 庭审正式开始 爱里森被指控二级谋杀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被判20年以上有期徒刑 至无期徒刑 法庭上有多位检方证人陆续出庭 有人表示听到SUV里的两个女人在吵架 两个人都十分愤怒 他看到了副驾驶位的女子 拉扯着驾驶位女子的头发 另一位证人托里夫表示 他听见那类SUV加速时 引擎发出的快速运转的声音 他看到车里两位女子在打架 副驾驶位的女子 拉扯着驾驶位女子的头发 之后车子突然向左偏移 然后掉下了悬崖 还有一位目击者库豹表示 他听见驾驶位的人 对着副驾驶的人在喊 给精神科医生打电话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精神科医生 还有一名检方证人名叫韦斯 他是安的前男友 韦斯曾和安在一起半年多 和两姐妹也相处了半年多 韦斯表示两姐妹经常打架 而且互相嫉妒 有一次韦斯接到安的电话 安在电话里说 你快过来 我要杀了他 然后安就入手机砸向了爱丽森 韦斯赶到他家后 看到家里到处都是酒瓶和酒杯的碎片 还有血迹 爱丽森的脸上还有一块伤 卧室的门也松动了 而两姐妹居然好像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坐在沙发上 韦斯过去问他们俩怎么样了 两人表示 挺好的 我们再看电影呢 好像完全忘了在几分钟之前 电话里说的狠话 还有一次韦斯和两姐妹去了商场 不知道两姐妹聊了什么 之后安突然就往爱丽森的后脑勺砸过去 他们开始暴怒 韦斯表示他们在清醒的时候都是很好的人 但他们一旦开始喝酒 他们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 安后来的男友贝莱表示 他感觉爱丽森有一些嫉妒安 安总能找到男友 而爱丽森只是一个旁观者 在法庭上 贝莱表示他在案发前35天才认识安 那时贝莱还住在自己的吉普车里 而后安邀请贝莱和他们两姐妹一起住 这才有了固定的住所 不过有人认为贝莱和两姐妹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他的证词可能并不可靠 经过审议 法院判决爱丽森二级谋杀罪名不成立 爱丽森的律师贝瓦尔向报社记者表示 这对他来说是极度的煎熬 你无法想象在这样一场灾难性的事故中 失去了双胞胎姐妹 然后居然被指控自己蓄影杀害了他 爱丽森是无辜的 但毛一刀检察官金表示 我很失望 事实很明显可以证明至少爱丽森有过失行为 该案虽然已经结案 然而民间还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 有人认为两姐妹可能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所以才导致他们十分冲动 时常在外面大打出手 在案发当天发生侦查后 爱丽森怒火中烧 加上之前就有想要同归于尽的想法 于是一气之煞 开着车冲下了悬崖 两姐妹之前曾遇见过一个名叫 莱斯利的精神导师 这位精神导师表示 爱丽森有一个支配型的性格 而安则比较内向 头脑比较清晰理智 因此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两姐妹在后来心情大变 而这会不会是导致悲剧发生的直接 或间接原因 我们也不得而知 有人认为爱丽森是因为嫉妒安 所以故意制造了这起事故 这也可以解释爱丽森 为什么对安的去世毫无反应 甚至在案发后还接近贝莱 贝莱曾表示 安想和自己一起在夏威夷做生意 并且不让爱丽森参与 两姐妹在这之前 几乎是时时刻刻黏在一起的 做什么事都共同完成 有可能爱丽森发现了安想要抛弃自己 一时难掩心头的愤怒 令他萌生了邪念 还有人认为他们嗜酒成瘾 爱丽森在案发当时是醉酒的状态 可能正是因为酗酒 导致了爱丽森失去了对车子的控制 最终酿成悲剧 在他们还在佛罗里达居住时 有一位邻居曾表示 他们人很好 我不知道后来他们发生了什么 但我知道他们有酗酒问题 并且很严重 这点可以表明 酒精确实对他们的生活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起纯粹的事故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安在拉拽爱丽森的头发 爱丽森才失去了对车的控制 并非是爱丽森有意为之 后来爱丽森还参加了一档电视节目 在节目中 他曾表示自己经历了那起事故后 情绪非常难过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 然而毕竟 爱丽森驾驶着车冲下了悬崖 在那一刻 他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